欢迎收看白宫意见 我是张晶益 我觉得是时候该谈谈美国总统大选了 因为现在状况有些出乎意料 特别是美国总统拜登好像都没有那么稳 你说不对啊 拜登不是在三个月前总算是宣布要参选连任了吗 当时白宫意见你有做过一期 怎么就不稳了呢 难不成拜登宣布竞选连任是虚晃一招玩假的吗 目的只是想要暂时的稳住民主党的阵脚 同时在处理美国的外交的时候 让世界各国以为拜登还会延续其美国回来了的政策 以安抚各国不用担心让美国再次伟大的复辟 不过最近有两个报道跟一件我个人了解到的状况 让我开始有些疑惑了 那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 是这样的,刚过去的周日一篇推送的热门报道赫然进入我的眼帘 标题的原文翻译是 拜登并没有要竞选连任 民主党高层是这么认为的有报道指出 那这篇报道的内容大概是 拜登在他老家特拉华州的威尔明顿竞选总部 根本没有在运作 而且在所有的关键摇摆州 拜登阵营也完全没有人在当地开始拉票 于是私底下民主党的 顾问跟金主们已经纷纷开始寻找 谁会是参选民主党总统的替代人选了 那这报道是名叫美国军事新闻的媒体刊登的 那对于这个不太眼熟的媒体我查了一下 评价还可以 虽然是略偏保守 但其报道还是根据事实来的 而且这篇报道引用的还是CNN的报道 CNN的这篇报道的标题原文是 拜登竞选连任的活动不乏迟缓 助长民主党人对2024年的焦虑感 毕竟民主党人热爱CNN 所以CNN的标题比较和缓 但是CNN的报道内容还是这么个内容 而且更加详尽 包括民主党内部对拜登虚晃一招的高度担忧 也点出金主对拜登一连串奇幻的举动感到焦虑 而选民对拜登依旧没有太高的热情 更重要的是拜登明明有在任总统的优势 但看不出来他有在利用优势 有匿名的民主党选举的老手说 大家都知道他们手脚太慢了 这是一个报道 那还有哪些状况呢? 这篇报道呢? 这篇报道呢? 基本上也证实了我最近与一位选举测试私下聊到的 那回顾当年呢? 拜登参选2020年大选的时候呢? 拜登还是提前两年整个竞选团队都动起来了 他还初出宣传 而回到2012年呢? 奥巴马和拜登竞选连任的时候呢? 在这个时间点距离大选剩不到一年半的时间呢? 整个竞选团队早就蓄势待发 关键摇摆州呢?也早就排兵布阵了 尽管呢?当时奥巴马都还不知道呢? 共和党啊会选出谁和他对打 那拜登现在的状况啊简单许多 因为呢?特朗普的民调支持率 在共和党已经遥遥领先各组参选人 那第二名的佛罗里达州州长呢? 德桑蒂斯也甩开其他参选人一大截 所以呢?拜登的目标其实就两个人 而且这两个人的政策呢?还相差不太大 套一句这个大西洋杂志的一个总结 德桑蒂斯不是更有能力的特朗普 他只是少了笑话的特朗普 这里再顺道一提 连德桑蒂斯的妻子呢?都被拿来和特朗普的妻子 梅拉尼亚呢?做比较 只不过呢?德桑蒂斯的妻子被媒体呢? 称作是大卖场沃尔马版的梅拉尼亚 言归正传 总之呢?拜登的竞选团队确实是一片静悄 那竞选阵营的人呢?有点慌喔 因为总统候选人可不止他一个人选喔 下面可是有成千上万民主党的议员地方代表要参选 他们都仰赖总统候选人的气势呢?来加分 那拜登的竞选连任团队 竞悄悄的原因究竟是什么呢? 原因呢?很简单 没有人 更确切的说是没有什么人 一样是刚过去的周日呢? 美国时政网站Politico的报导是呢? 拜登宣布竞选连任足足三个月 结果呢? 你猜他的竞选团队全职的雇员有多少人呢? 四百个人?四十个人? 都不对喔!四个人喔! 对!就四个全职的竞选人员 这四个人呢?三个月来 为了拜登竞选连任的出差的 这个机票啦、旅馆住宿呢? 一共花费多少? 你猜 十五万美元? 一万五千美元? 都不是喔! 就只花了一千五百美元 换算起来呢? 就一万人民币喔! 要知道呢? 在美国随便住一晚 能够保障自己生命安全的旅社呢? 一晚都是两三百美元的喔! 也就是说呢? 拜登的竞选团队 几乎可以说是没有什么动作 比起当年奥巴马参选连任的第二季呢? 奥巴马花费已经是到达一千一百万美元 那可是拜登竞选团队第二季花费的一万多倍 一万多倍喔! 就这! 难怪呢? 民主党人啊 有人是焦虑到觉得拜登是在虚晃一招 而拜登的竞选团队呢? 想必也看到军心出现不稳 于是在两天前宣布呢? 拜登已经选好了竞选总部的地点了 也就是所有跑白空新闻的记者 早就都知道的地点了 那就是他 特拉华州老家的威尔明顿 还宣布呢? 加入三明星穴 让拜登的竞选团队的全职员工 激增快一倍 达到七个人之多 那原因是拜登缺钱吗? 几天前呢? 民主党全国委员会呢? 是公布了拜登在今年第二季的募款成绩 那其实还可以高达7200万美元 这数字呢? 虽然比2019年同期啊 特朗普竞选连任所募到的 1亿零500万美元 或者是甚至比这个十几年前啊 奥巴马竞选连任同期所募到的 8600万美元还要差 但是考量到拜登的竞选团队就这样而已 算是表现优异了 不过细看的话呢? 似乎也不太妙 这些捐款呢? 主要是来自于与民主党关系密切的有钱人 他们认为拜登连任的好处更多 像是纽约时报就指出 光10个超级金主呢? 就加总捐了超过500万美元 其他还有82名金主呢? 总计就捐了千万美元上下 但是呢小额捐款的 也就是捐200美元以下的 只占总体的这个捐款人的五分之一 远比这个特朗普竞选连任同期少了一半 这显示呢小老百姓对拜登恐怕是热情不足 要知道呢每次选举就是烧钱的比赛 但更重要的是呢是选票 烧钱就是为了要吸引选民来投票 那选民热情不足呢是很严重的 当年奥巴马旋风呢靠的就是这个小老百姓的热情 那当年捐款给奥巴马的超过五分之三 接近到五分之四呢都是小老百姓的热情捐款 但人们呢对这个拜登的热情比起对奥巴马 那是打对折喔 不对 是打对折之后又对折 折扣很大喔 那民主党的选民呢有多么不情愿呢看到拜登竞选连任呢 民调是满天飞喔 那这里就不多说了喔 那最后来谈谈万一有万一 拜登假如真的是虚晃一招 可能会出现哪些状况呢 这里呢纯粹是我报道过五次美国总统大选之后的个人观察喔 万一有万一呢拜登的竞选团队恐怕还是要力挺哈里斯喔 毕竟目前的白宫呢一直是以这个拜登哈里斯政府自称对 所有的官方信息呢都是两人的名字并列的喔 而哈里斯在当上这个副总统之后 也一改过去参议员犀利的形象 对外呢表现和蔼可亲喔 而且呢在白宫的官方的短视频上面 还不定期会推出回顾他每一周的政绩表现 形象呢都很亲民喔 拜登呢都没有这样每周一回的形象工程喔 但是就算如此呢基本上所有的民调都显示呢 哈里斯的支持度比拜登还要低 这个呢是人尽皆知喔 但是你知道哈里斯可是有记录以来 美国历史上最不受欢迎的副总统吗 准确的说呢NBC所做的民调显示啊 49%的选民呢对哈里斯呢是持负面看法 对他持正面看法呢就只有32% 加监起来呢选民对他的性负面观感呢达到17%喔 NBC说呢就是他们开始做有关的民调以来呢 史上最低的记录 NBC指出啊拜登在当副总统的时候呢 选民对拜登还是有好感的 多过这个负面看法的喔 那我想哈里斯面对的问题有不少喔 可能是被拜登拖累啦 或者是选民想不出他有什么政绩之类的喔 媒体方面啊最诟病的还是他的文字沙拉 World Salad 这个在美国可是专有名词喔 指的是会用一堆这个混乱 甚至是无意义的文字堆叠 无法完整表达意义的人 例子呢不少 那最近呢是这个 When we invest in clean energy and electric vehicles and reduce population More of our children can breathe clean air and drink clean water 妙的是呢白宫啊 在要存放在国家档案馆的文字记录里面 悄悄的把减少人口改成减少污染 没有多做解释喔 再来是呢拜登政府是要极力在人工智能 AI的领域啊 维持住美国的全球霸主地位 于是日前呢 拜登清点了哈里斯为白宫的人工智能沙皇 AI czar引领美国人工智能 然后呢哈里斯在开会时说了这样的话 AI is kind of a fancy thing first of all is two letters it means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嗯 一旦万一有万一 哈里斯的民调一直上不去 民主党的初选呢势必啊又是群雄并起 我记得在2020年初选的时候呢 民主党的总统参选人史上最多 逼近30个人 我当时去到爱奥瓦州报导初选的时候呢 到处都是选举的场子 我都无法决定去哪一场了 其中呢还是挑了拜登的一场 那当时的气氛只能说是不太热闹 那话说回来 目前啊被讨论最多的替代人选呢 有2020年初选表现良好的布地及格 也就是现在的美国交通部长 还有目前的加州州长纽森 不过呢他们都有罩门 这个呢以后有机会再聊 现在我们比较关切的议题来了 万一有万一 美国的外交会如何呢 万一有万一啊 假如特朗普回国了 他的对华政策恐怕不会有大幅的转变 那实际上呢拜登啊在当年初选的时候呢 对华态度比起其他民主党的总统参选呢 那都算是还可以的 他还在选举的场合说过这样的话 但是拜登上任之后 不止拥抱了特朗普的对华政策还加剧了 因为问题是呢相信你都看过有关的报道了 对中国持负面看法的美国人 现在可是高达82% 也就是呢无论2024年拜登选不选 或者是谁当选美国总统呢 中美关系啊恐怕还是一时难以好转 而说回头假如特朗普回国 那好不容易回温的美国跟欧洲的关系呢恐怕也要大幅降温 日本跟韩国啊必须补缴这个巨额的美军军费的问题呢 又要再度的浮上排面 倒是而无冲突啊 如同特朗普自己所说的 24小时之内呢就会化解 但是特朗普目前正遭遇大量的司法挑战 他恐怕呢会遭遇第三次甚至是第四次的起诉 那共和党方面的选情又是如何呢 还请关注白宫意见 我将来呢会为你解析 感谢平安